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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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Linux的目录结构呢 跟Windows不太一样 大家看一下啊 通过这个图形界面咱们看一下 点这个主文件夹 然后呢 这个左边这一列 这个下边有一个文件系统 是不是啊 那你点了文件系统之后 你是不是看到了一个目录呀 也就是说 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当前路径 就是当前的这个目录 就是最顶层的目录 被称为该目录 明白没有啊 被称为该目录 最顶层的路径 然后在最顶层路径下呢 是不是有一些文件夹呀 那无论你是什么样的Linux系统的 这个无论你是什么样的Linux系统的 你是Ubuntu啊 还是Red Hat啊 还是Red Flag啊 还是SUSE啊 等等 还是你签入式的Linux 那这个就是这个 该目录下的这些文件夹啊 都是一模一样的 明白没有啊 这个Linux做了规定 它这个该目录下的文件夹 必须是这么多 然后 每个文件夹的名称呢 不同操作系统之间 必须是一样的 是不是做了一个统一啊 如果不做统一的话 是不是不同的Linux是这个该目录的 文件夹的名称不一样 数量不一样 是不是它就不得好呀 做了一个标准 那你就是说 你看到的这当前目录 是最顶层目录 即该目录嘛 那在这个地方呢 我简单给你讲一下 一些常用的一些目录 好不好 那简单介绍一下常用的目录 大家看到这个病了没有啊 病是二进制的意思 明白了没有啊 二进制的意思 咱们双击病 然后进去看一下 在当前目录下 大家会看到好多灵性的文件 是不是啊 说什么 那这些灵性的文件是什么呢 就类似于咱们windows下的.exe 明白了吧 咱们windows下的.exe程序 是不是是一个程序啊 我找一个昨天咱们敲过的命令啊 昨天你见过我敲这个LS这个命令了吗 它是这个命令呢 是列出什么呀 你当前目录 默认的就是列出你当前目录下的文件 或文件夹的信息啊 明白 也所以说 在这个b目录下 所有零行的这些文件都是一些可听程序 你看到这个命令了吗 叫mkdr 其实是makedr 的make directory的缩写 就是创建目录的这个命令 这个单纯的缩写 用这个命令 将来咱们可以用来去创建什么呀 文件夹 明白了没有 创建文件夹 好 大家看到这个mv了没有 木 那咱们在温度之下可以复制或者剪切文件嘛 是不是 用机复制剪切嘛 这个mv呢就类似于剪切 明白没有 移动嘛 m o v e嘛 是吧 移动 比如说 现在你应该清楚 就是你可以不知道这个病里面有多少个命令 但你应该到下面应该知道 病里面采放的是命令啊 是不是啊 朋友们啊 那大家看一下这个第二个文件夹 是boot 打动的啊 boot目录下采放的是什么呢 boot是不是启动的意思啊 你看它的启动引导程序是grab 明白没有啊 grab启动引导的 那这里还有一些启动引导相关的文件 明白吧 这是启动引导程序 启动引导 操作系统在启动引导的时候用到的一些东西 那cd loop 那些东西啊 然后呢 大家看到dv了没有 那这个dv是device 是device的这个缩写 是设备的意思 明白没有啊 设备的意思 那在inux系统当中 一切设备接文件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咱们每一个外部设备 都会抽象成一个文件 采放的dv模型 你比如说 咱们的液晶 就是在液晶屏 咱们的按键 是吧 键盘 鼠标 等等 每一个与咱们的这个主机相连的 每一个外部设备 明白没有啊 都会被抽象成一个文件 采取于这个目录下 将来咱们写程序去控制设备的时候 其实就是干嘛呀 打开dv目录下的某一个设备文件 通过操作设备文件来去操作设备 明白了没有 这一点 不带操作系统的单面机不一样 不带操作系统的单面机 是不是直接去操作计程器啊 是不是 在操作系统的这个 插件下 咱们要想控制设备的话 在右手机那一层 咱们只需要去控制什么呀 总写设备文件就行了 知道吧 等同有一堆设备的组写 你看dv目录下有什么 clock 快设备相关的文件 是不是要说什么呀 还有什么呀 你看 有这个bus是什么呀 总线 总线设备相关的文件 它是日服设备 是不是啊 比如说那个LED灯 然后或者是普通的按键 是不是啊 都属于日服设备 还有第四个硬盘 等等 网络设备 是不是 相关的文件 采放在这个文件夹下呀 你看下边是不是 还有好多文件 是不是啊 同学们 了解一下 知道这个dv这个目录是干啥的 它采放的是什么东西 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 在将来 咱们去操 咱们 开发板之后 用了开发板之后呢 咱们去控制咱们的那个 开发板的那个设备啊 都需要这第一个目录下的什么呀 那些那个社会委员的 控制 读写 明白没有啊 好了 这个ETC 大家了解一下 你看这个目录是ETC嘛 我 咱们昨天呢 应该见过这个ETC目录 还记得那个 速度控格 及edit 小说ETC下的 APT下的 sauce的list 你还记得吧 是不是用来配置下的远的呀 是不是同学们 那个sauce的list的那个 是不是配置下的远的 大家还记得吧 ETC下的 APT下的 是不是有个文件 是sauce的list的呀 好 我双击打开 给大家捞一眼 你看 在这个文件里面 你看 是不是他 他有一些信息 是不是从 哪一个网站的 哪一个目录下 去下载咱们的软件 是不是啊 那也就是说 咱们无论 咱们是无论是通过 图形见面 还是直接修改这个文件 是不是 将来 这个文件的功能 就是保盘了什么呀 是不是下载源的 这个信息啊 明白了没有 好 也就是说 这个ETC这个目录啊 就是刚才你看到 这个ETC目录呀 就是一个什么呀 里面的文件呢 都是相关的配置文档 明白 什么什么卡贝格 是不是啊 或者什么 host的卡贝格 是一些配置文档 明白了吗 是一些配置文档 那 就个例子 咱们 以前用windows的时候 经常有那种经验啊 比如说你开机的时候 你可以自启动什么呀 QQ 有没有 开机的时候 是不是360自动启动 是不是啊 那你开机的时候 操作系统 怎样知道 去启动哪些软件呢 开机是启动哪些软件的 就是根据 ETC下的 这些配置文档 它去 它去那一个 自启动哪些软件的 明白了没有 所以说呢 这个什么样 ETC目录 里边采放的 就是一些系统的 一些什么样 配置文件 明白了没有 你比如说 咱们将来 是不是可以去设 固定IP地址 给电脑 那你开机的时候 它怎样知道 你设的这个IP地址 是多少呢 是不是啊 那些配置文件 明白吧 然后接下来 这一个 咱们经常用的是 什么呀 HOME 那HOME这个目录 是干嘛的呢 大家才能看 建了HOME之后 你会发现 现在是不是只有一个 TCH啊 那Linux 操作系统 是一个多任务 并且是一个 多用户的一个 操作系统 明白吗 那Linux呀 会每一个用户 在HOME下 建一个文件夹 比如说 我有个TCH用户 它会在HOME下 给我建一个 TCH文件夹 明白没有 这个HOME的 TCH文件夹 就是我 TCH用户的 加目录 你看这个 文件夹也不太一样 上面是不是 有个小房子呀 什么叫做 加目录呀 是不是咱们 只有在自己家里边 才能为首一为 是不是 同学们 才具有 可投可协权限呀 是不是 也就是说 咱们如果使用 TCH用户 登录的话 只有在HOME TCH目录下 是可投可协的 明白没有 那将来咱们 又是什么呀 创建文件夹 创建文件 将来咱们都在哪里 同学们 是不是 HOME的TCH下去 建文件 是不是同学们 同样 系统的文件 你不要跟人家 随便删 明白没有 你删除的时候 你只删你自己 建的一些文件 没办法 考建了一些文件 所以 大家注意 HOME 下的这个TCH目录 是TCH用户的 加目录 也就是说 咱们以后 是不是工作的路径 主要就是在 这个目录下 以及它这个目录下呀 这个加目录 又被称为什么呀 做文件夹 明白了没有啊 虽然你建筑文件夹的时候 是不是也在家里边 是不是 这个东西吗 好 这是这个HOME目录 如果我再创建一个 秀涛用户的话 是不是 它应该在HOME下 是有个秀涛文件夹呀 是秀涛用户的加目录 那我秀涛登录 这个系统工作的时候 是不是主要的 应该就在HOME的 秀涛这个目录下工作呀 是不是啊 好了 就是这个目录 HOME目录 咱们天天在 在这个HOME HOME下的加目录下干活 是不是啊 用户的加目录下干活 那Lib是什么意思呢 Lib是一个酷的意思 Library嘛 是不是啊 酷的意思 然后咱们进了Libs下 你会发现是什么 是不是有好多 什么什么.so的 这些文件呀 是吧 是一些系统 或一些酷的什么呀 酷文件 是不是啊 什么这个酷文件呢 就是例子 你比如说 咱们平常是不是 调PRNTAF呀 那PRNTAF 是不是一个酷罕数啊 那PRNTAF 这个酷罕数的原代码 就被打包到 这一个.so文件来了 到了去了 就是酷文件到了去了 明白没有 咱们编译的时候 要用到这些酷文件 明白吧 什么什么.so的等等 然后咱们讲动态库的时候 动态库和静态库的时候呢 就会给大家讲 好 Libs下的放的呢 这个目录下就是说 这个无法显示哈 没有权限 就是说系统啊 丢失的一些 一些一些东西 就放在这里边 多媒体相关的 这个不用管 然后大家看这些 看Mont Mont目录很重要 这个是挂载目录 比如说咱们插一个油盘 是不是啊 或者是什么呀 咱们昨天的时候 是不是将Windows的某一个什么呀 某一个目录 共享给什么呀 Linux 然后 那你在哪里找呀 是不是啊 咱们说了Linux的该目录是不是就这个样子 它的文件夹是不是不能多了呀 是不是同学们 不能多了 然后呢 那你把它共享给Linux 之后我在哪找呀 就在这个Mont下找 你插一个油盘将来挂载上来之后呢 也是在这个Mont下找 明白吗 这个是挂载目录 这个将来咱们也经常用 明白吗 挂载目录 了解一下哈 插一个油盘傻的你就在Mont下找 是不是啊 然后你挑命令去挂载 然后这个不太常要 这个不太常要 Loot 这个目录呢 也无法显示 那个Loot是什么呀 是超级用户特加 明白吗 是超级用户的加目录 就是管理员的管理员特加呀 是吧 你连读的权限都没有 他就不让你进 明白吗 你只能使用超级用户权限才能进来 一样不太常用 大家可以多看 这个S病 这常用的 上面是不是有个病啊 什么里边是不是传了各种命令 是不是要说什么 MV啊 什么MV啊 木V啊 等等 CDR啊 等等 那这个地方有一个S病 S病是什么意思呢 是C这么病的意思 明白了没有啊 C这么病的意思 然后 C这么病呢 是说系统的命令嘛 大家看着看 是不是里边也是一些命令啊 可丽用程式啊 找一个大家见过的 衣服考肥者在哪呀 大家看着看 是不是咱们昨天通过这个命令 是不是来查看 咱们系统的IP地址啊 是不是 所以说 咱们这个该目录下的S病下 是不是也传放的是什么呀 是一些系统的命令 是不是啊 可执行程序 然后呢 比较常用的 这个不太常用 这个不太常用 SYS了解一下 这一个是不是系统相关的呀 那么有订阅呀 有设备呀 模块呀 文件系统 FS VLC 像模块 就是总线 出于系统相关的一些文件呀 了解一下 不太常用 现在比较常用的是什么呀 VR不太常用啊 咱们了解一下 接下来大家看那个user 这个user呢 类似于咱们Windows这个什么呢 咱们以前的Windows 装软件的时候 一般的默认安装的路径是哪里 是一款的Pro 果然是这样子的那个目录下 明白没有 是不是啊 这个user呢 跟那个有点类似啊 就是说 你比如说 咱们安装的一些第三方的软件 一般都放在user下 咱们看一下user里边有什么东西呢 你看 user下是不是有个病呀 也就是说 咱们安装的第三方的软件的可征性程序 可以采放在user病下 你看在user的病 病就是二进制嘛 就可征性程序嘛 是不是啊 你看 是不是有好多 是不是啊 同学们 是不是有好多命令啊 是不是啊 同学们 所以说呢 那还有一个目录哈 user还有一个目录 大家看到了吗 inclose的呀 inclose是投文件哈 就是这个目录下放的都是一些投文件 那比如说咱们以前写程序的时候 天天在包含什么呀 这个stdr.exe是吧 stdr.exe在哪里啊 已经到了吧 是不是在这儿同学们 是不是啊同学们 那也就是说 这个user的inclose下 放了一些投文件 然后力不相当是放了一些固文件 明白吧 等等 sd.exe系统的一些命令 是不是啊 也是一些命令哈 那整个大体的经常用的一些路径呢 它里边采放的一些东西啊 你多少了解一些 是不是啊 这个是不是采放的一个命令啊 这个是 启动引导相关的吧 这个dv是不是里边采放的是各种设备文件呀 每一个设备被抽象成一个很一件 采放在里边 这个etc是干嘛的吧 这里边是一些配置文件呀 你开机的时候去 去启动哪些软件 是不是啊 在里边配置 咱们的 咱们下载软件的时候的下载员 是不是 那下载员的信息 是不是都在这个etc的主目录下 咱们的文件当中呀 home 是不是加的意思呀 每一个用户都会在home下有一个什么呀 加目录 是不是啊 加目录 然后 这个 每一个用户都会在这个home下有个加目录啊 就在自己的家里边 是不是可逗可选的呀 利波是不是很酷的 有全酷文件呀 麻烦是什么 是把他点 是不是啊 同学们 插一个油盘也好 Windows共享给Linux的目录也好 是不是在mount当中 然后root是超级用户的加目录 是不是啊 同学们 然后sbin是什么 这个系统的命令 比如说预付卡费格 是不是啊 IP地址的这个命令 s1s是系统的一些相关的文件呀 user 是不是里边采放的是什么呀 是一些第三方安装的第三方的软件 一些投文件 一些库 是不是啊 同学们 系统的命令也有 有个目录 好 大体了解一下哈 那你看 它的那个 整个Linux的目录结构呀 同学们 是不是就类似于这样的 你看哈 同学们 它只有一个最顶层的路径 那个最顶层的路径 被称为该目录吧 咱们去表示该目录的时候 在中端下 咱们用斜杠来表示 那该目录下 大家偷偷看 是不是又有许多子目录啊 是不是啊 同学们 该目录下 你比如说 我有这个Home 我有病 是不是 同学们 我还有什么呀 我还有这个什么S病 是不是同学们 我还有User User 是不是还有什么呀 还有好多 是不是 DV 是不是有好多子目录呀 是不是 该目录下 有许多子目录 然后每一个子目录下 是不是又可以有好多子目录 子目录下 是不是又可以有好多子目录 是不是 同学们 那其他的我就不画了 那你会发现 整个 整个这个Linux的目录结构 是不是类似于一棵倒置的树 然后这一个树根嘛 只有一个 是不是啊 那接下来是不是树枝 扩了好多分枝啊 每个分枝 是不是就可以继续扩分枝 是不是要一棵树一样 是不是同学们 所以说呢 你要了解 整个Linux的目录结构 它的那个树状结构 是不是同学们 了解一下 好 那简单的呢 这些课 咱们就给大家讲了一下 它这个Linux的目录 也不得特别 明白 也就是说 无论你是什么版本的 Linux系统 是不是同学们 那你打开它的 文件系统的时候 它的文件系统的内容 就是这个样子的呀 是不是同学们 就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这个样子的 都是这么多文件夹 是不是啊 每个文件夹里 采放什么东西呢 也做了规定 比如说你这个病一下 你就你就不能采放库文件吧 是不是同学们 病就是用来采放什么呀 可执行程序的 是不是啊 命令的 了解一下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